昨天,世界贸易组织WTO宣布了一项让美国政府十分气恼的裁决,因为根据诸多西方媒体的说法,这项裁决令中国有了可以通过世贸组织制裁美国的合理合理依据。 从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来看,WTO做出的这项裁决,认定美国违反了WTO的规则,而举报美国违规的则是咱们中国。原来,在2012年以及之前几年,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及他的政府,曾通过违背WTO规则的做法对我们中国,消亡美国的一些产品发动了繁补贴调查,给我国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。 这些产品包括晶体硅光浮电池、应用级风塔和钢制高压气瓶等等。于是,中方便于2012年,对美国的这种错误做法启动了WTO的争端解决程序。 接下来,经过两年的辛苦较量,WTO终于在2014年认定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。 调查存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情形,并要求其纠正。 当然,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霸权国家,美国并没有服从和执行WTO的裁决。 于是,咱们中国又于2016年在WTO状告美国没有执行WTO的裁决,还在违规。 之后在2018年时,WTO也认定美国确实仍然存在违规,并要求其纠正。 可美国仍然不服,并于同年提出了上诉。 所以,昨天WTO做出的裁决,算是回应了美方的上诉。 认定美国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反补贴调查,就是违反了WTO的规定,并再次要求美国执行裁决。 这一裁决自然也令美国政府恼羞成怒。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,就在一份声明中,赖皮般的指责,WTO的裁决违反了WTO的规则。 还宣称WTO的裁决损害了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,扭曲了全球的市场等等。 美联社等美国和西方媒体,也报道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反应,中方的反应则非常理性。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,上诉机构的裁决再次证明, 美方违反世贸规则,一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,严重损害了国际贸易环境的公平公正性。 中国商务部还表示说,中方一贯尊重多边贸易规则,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做法。 中方提起执行之诉,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,也是为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规则的严肃性。 但比起针对这起具体案子的内容,不少西方媒体,却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点,即在WTO做出这番不利于美国的裁定后,中方是可以依据WTO的规则, 对屡屡不执行WTO的裁定并持续用违反WTO规则的做法损害中国利益的美国,进行反击或制裁的。 美国CNBC的报道则补充说,如果中方确实要反击,还需要再通过议论法律,辩论确定损失的价值。 但不论怎么说,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当下,中方会不会利用WTO的这一裁决,对美国进行制裁,是西方媒体在此事中。 普遍关注的一个点,对此,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,常务理事周世杰表示,WTO是主持正义的,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裁决之后你执行不执行。 他说,在这个世上,美国等于简单俩字,耍赖裁决对我有利,我就执行,对我不利,我就不执行。 这就叫霸权,他说,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和伟文认为,我们的制裁是,可以根据美方措施,对我们造成的损失来施加的,所以如果美方还不改正的话,那么WTO就授权我们可以采取报复措施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